如果我們用這條式開始解析,會比較簡單 怎樣解析呢? 就是兩邊的DELTA 這樣呢? 這個對應這個 如果你DELTA T'是要等於0的話 即是代表你同一時間 X'其實是兩樣東西相減的 是代表你同一時間量度兩個點的距離 所以你要得出這個結論 那或者這樣死吧 那這個就是你那本書的回收射 這本書? 即是Length Contraction的回收射 之後就要去看看 你自己的回收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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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看 那呢? 第二個想證明的東西 就是Time DELTA 這個呢 就有點難說的 那我們 Biffen的結果給你 先看一下 那time dilation的time是指的 什麼time呢 這個可不可以用 這個可不可以用上面的色 把它解決了 你說這個 這兩個如果一樣的話 就一定要有這個result 都可以的 那不如你時間做subject先 那如果你要 要解釋的話 首先呢 我先把一件叫event event就是一個時間再加地點 那這裡有個event A和event B 那你可能當一個是尖沙 還有一個是屯門 這樣 那呢 那你要 在 這個 那你在地球這個frame裡面呢 那這兩個 點那個x座標不會動的 沒有變的 那你那個frame叫 universe 可能有個名 reast frame 對 reast frame reast frame 那在那個reast frame裡面呢 那你 這兩個x座標沒有變的 那要量呢 這兩個event相差的時間 這兩個event相差的時間 那你呢 分別呢 就要在尖沙咀呢 一個人呢 就拿著個鐘 在屯門呢 一個人呢就拿著個鐘 去量度的時間 去量度的時間 即這個event是談一言的 OK 它是某個時間某個空間而已 嗯 發生的事 那 然後這兩個人呢 首先這兩個鐘 首先要synchronize synchronize 是同步 嗯 嗯 雖然 嗯 好了 還沒改變了什麼叫synchronize 大概你知道什麼意思 然後呢 就去量度 跟這兩個人分別的標的時間 然後 相差就是那個time difference 是那個weast frame那邊 那個time difference 那如果你是moving frame的話呢 那你量度時間呢 是會不同的 那你量度時間的原理呢就是 你一架車啦 你可能由尖沙咀出發 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屯門 同一架車來的 同一個人 同一個標 那又對回 同一個標 去到這兩個點位置 的時間差 就是那個delta t prime 就是那個moving frame 那首先呢這個呢 他沒有parados的 因為這兩個是不對稱的 他量度時間的方法不對稱的 即是什麼意思呢 在weast frame裡面是用兩個小時的 嗯 在moving frame裡面是用一個小時的 是啊 所以那個是不對稱的 就不對稱啦 那就可以 因為是一個和兩個小時的 所以是不對稱 是啊 那不對稱的意思就是什麼意思呢 那些人經常會有一個parados說 嗯 那 在weast frame去看 看moving frame的鐘 是會快了 不是 會有time dilation 在駕車裡面 看回weast frame 都應該有time dilation 對嗎 對嗎 這個是沒有錯的 那個parados 但這個不是parados 原因就是 量度時間的方法不對稱的 如果你說在車裡面這個frame 去量度回weast frame 這兩個時間相差呢 你需要兩個小時的 現在車裡面放兩個小時 就可以量度到了 但是兩個小時是同一個小時來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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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解答他的問題嗎 要明白應該才能解答到的 嗯 嗯 另一個其實呢 這個parados 他不成立的 原因就是呢 嗯 第三個重點 就是那個 simultaneity of 2個 event 我不懂得穿 嗯 嗯 嗯 在一個frame裡面這兩個事件是同時呢 在兩個frame裡面這兩個事件不是同時的 就是同時性是相對的 就是同時性是相對的 其實呢 因為他覺得自己這兩個人量度的時間是同時間一起度的 嗯 嗯 但這兩個鐘 synchronize 是什麼意思呢 synchronize 就是他們覺得自己是同一個時間開始 是嗎 synchronize 然後就是好似 不是同步 那樣 你個人知道什麼呀 什麼東西好像是同步 呃 如果他們是同步 就是這兩個鐘 就是這兩個鐘 它有任何的時間 的時間都一樣的 應該 是啊 就是 那這個車裡面的鐘 如果跟A一樣 就是跟B一樣 不是啊 這就是相對論 最詭異的地方 那那車 裡面的人呢 要量度A這個時間呢 首先 他要先在A的位置 他只可以在那一點位置 才可以 claim自己量度那一點的時間 他不可以在B的位置 量度A的時間 如果他駕車 想在B的位置 人在B的位置量度A的時間 你要在A的位置 駕車上有兩個人 他好像當成一輛列車 很長很長的列車 那你的列車經過B 列車頭經過B的時候 列車頭的人可以量度B的時間 如果列車尾剛剛去到A的位置 你需要另一個人在列車尾 才可以量度A的時間 嗯 列車尾和列車頭的時間是怎樣 我叫Synchronize Synchronize Synchronize 一不一樣是不重要的 他覺得自己是Synchronize 或者去到Synchronize 那 那 問題就是 你不知道什麼叫Synchronize Synchronize 是同步什麼意思 就是 大家拿自己的錶 現在拿出來 大家同意都設了 10點49分 對 同一時間設了同一個 這個不是 這個錶不是49分 現在我們的中美 全部都是Synchronize 就是 現在這個不叫Synchronize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 那 好玩的地方來 你怎樣檢查這兩個人 是不是Synchronize 一個小時 這兩個人都是在地面上 可以怎樣檢查這兩個人的鐘 是不是Synchronize 在Midpoint 不是 他們兩個 都以同一個速度 他們兩個打電話給對方 打電話也有時間差的 打電話也有時間差的 他們兩個走走走走走到中間那裡 然後看一下個鐘的時間是什麼 但是如果 你怎樣也好 你都要 都一定有某程度的 延遲的 那 首先呢 你 承認他操作 而是不會有 reaction time 先 你 有些 我明白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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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做的方法 就是說 你拿著Mirror 去射出光過去 那個 那個 會反彈 嗯 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時間 去量度那個時間差 他用自己的鐘去量度那個時間差 嗯 發射和接收那個時間 從而可以判斷到這個距離 嗯 那這個問題是沒有問題 是 就是VT 嗯 那當然Light在這裡的速度 就應該比C 因為 有 嗯 沒有說的 那 嘶 嘶 沒有出聲你 那你做的方法還有什麼呢 那 那因為 如果他想和 現在可能現在10點了 嗯 那他想和另一個A軍 想和B軍說 現在10點 但是光線走過去的時間 那他剛剛量度了 他來回數需要時間 嗯 那來量度兩秒先 那就是A軍和B軍的光線 需要一秒 那如果他想和他講 現在10秒 他應該是現在和他 發射訊號和他講 10 10.01秒 嗯 那當B軍接收這個訊號的時候 他會知道 現在這個時間應該是10.01秒 嗯 那我就synchronize 那一小時 即是沒有instant transmission的東西 最主要就是 是啊 你這些東西不存在 呃 你等我一會兒 我pin一些SR的exercise 我們 呃 跟著做exercise 你 還會 你 你 你 我 你 我說